就是說呢一般Android你安裝ADT完之後應該都會有出現那個Android Project 可是沒有的話 那你就制定一下事情 把那個 這個Android 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那個選項打勾他就出現了 那這部分的話是第一個那建立好之後的話呢就逐步怎麼樣的把相關的 這個動作呢完成那裡面的話必須要 設立一些所謂的名稱專案名稱套件名稱等等的還有這個 最低的那個Mini的SDK 還有Target SDK 那你想說這個Mini的最小的最低的 這個SDK版本部分的話 那應該要選哪一個實際上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將來你在Google Play裡面 去搜尋的時候 假如說呢 你的最低的版本是2.3的話 那2.2 2.1 他在搜尋的時候就搜尋不到你的App 這個就是所謂的最低的那個 需求 那當然如果你要全部兼容的話那你就 選那個2.1 應該就差不多啦 不要再往下了 因為現在說真的你的 Android手機我想應該很難找到有2.1以後的以前的啦 1.6的那個應該都沒有人用了 喔 那早期的那個Android的這個版本當然很良春啦很多東西都沒有 所以一般 我是比較建議他2.3是一個比較 一般性的 因為幾乎目前 你們可以上那個網站上看一下我之前看的 2.3的佔有率大概是五六成以上 不過慢慢的這五六成會轉移到 4.1 4.0 4.1 甚至4.2的版本 因為呢你會發現從2點 幾的版本到4.0級的版本 其實Google的 這個 這個智慧手機的那個 追系統 這是一個躍進 因為你可以感覺到 這個到4點幾的版本 越做真的是越 越順暢啦 用起來實際上各方面 真的可以感覺到他是 很流暢的感覺 這個有點像是 像什麼 像 Windows 2000 Windows 就是2點幾有點像 Windows 2000的時候的時代 因為Windows 2000很陽春嘛對不對 然後呢直接就要進到Windows XP 就4.0我感覺有點像Windows XP 已經 又具備有穩定性 然後又具備有那個 就是比較 稍微有點華麗的外觀 那這感覺其實就越來越 穩定下來 那再來就是Target這個 你預期的目標 這個這個SDK就是 你如果選的太低的版本 可能高的版本的SDK 他有一些 這個類別就不會出現 有一些比較新的功能也不會出現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想我們上個禮拜練習 還是都以2.33 比較 比較中央的版本 那當然如果說你將來 希望設計出更炫的 App的話 再去選那個4.2的版本 不過 我是覺得啦 應該你們要選到4.2 應該還有段路要走 可能暫時 不需要 製造麻煩 因為有多同學 一直要用最新的 可是問題 你連舊的 基本的東西都還搞不清楚 的時候 這是 那些 只要開設計的